今天央视财经融媒体活动百年百成 来到安徽省合肥市 近五年合肥一批高科技产业成长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接近六成 我现在正在安徽省合肥市 作为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室 大量的创新故事在这里上演 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 新型显示 等一批产业的发展 让合肥这座城市焕发出新的光彩 全国首个定位于人工智能领域的 国家级产业基地中国申股 产业规模超千亿 截至今年11月底 中国申股入住企业总数达1415家 在这里 语音电子病例 可以让医生边做手术边说话 自动生成电子病例 智能语音技术在很多场景下 已经达到了可用甚至好用的程度 我们以中文语音识别技术为例 在这种人机交互的输入法 语音助手等等简单的这种场景下 目前的整个正确率 已经达到了98%以上的识别率 在人工智能方面 城市超脑可以为城市管理 社区治理 民生服务 智慧养老等环节提供辅助决策 目前应用已经遍及 全国30个省 自治区 直下市 此外 合肥市的集成电路 新兴显示人工智能三个产业 已经入列首批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 获批数量居全国第四位 省会城市第二位 合肥市今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有望突破4000家 数量的新兴产业更损入